喂 姐妹 我知道 妖妖 你先别挂 你去看她家的直播 她正在给陆岳在线喜悦呢 说来也是巧了 当时我正好就在厕所里面 拉肚子 你们是不知道 JK战队那帮人是多么的欠揍 ZD DX 做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个澳城内服挺像 太嚣张了 就是 尤其是那个叫陆岳 他哥今晚的酒会也不来 结果呢 他还敢在这儿叫嚣 这一点面子不给咱们A哥留啊 咱们A哥花了钱 花这么多钱 就是为了在赛前宣传一把 结果呢 都直播了还给咱打个二比零 不是说好了吗 表演赛 打个二比一就完事了 不给咱面子也就算了吧 还趾高气扬的 这 真是欠揍 话又说回来了 要不咱们A哥今天状态不好 能输给他们 是 是 他们不就是保重了训练赛吗 太嚣张了 就是 想去全国总学赛 别做梦 看不给我面子 不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吃不了兜肠 喂 你一会儿过来 对 多带几个人 给老子把ZGDX那几个 不上道的小子的手全都给我废了 对了 动手的时候小心点 别伤到了陆家二公子 不是 A哥 为什么不把姓陆那小子手也废了 陆家的人 动了麻烦 打架这事吧 是A哥那边先撩者剑 他当时的原话就是 要找人 把那群职业选手的手给打废了 那群职业选手是谁呀 是ZGDX 兄弟们 他们要找人把ZGDX 战队成员的手给打废了 而且他们没有开玩笑 当时都已经打电话叫人了 如果换作是你 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能不上去解决吗 而且 如果让他们真的把人叫来 那一切都晚了 对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只说事实 不做评价 大家慢慢消化 拜拜 陆月 既然大家都是一个战队的兄弟 你为了保护我们人打架这种事情 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藏着业障 有件事情他们没说错 你的手 还是因为我打架在受伤的 陆月 好了 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 那大家以后 就不要揪着过去不放了 可你的手术伤了 终究有我的一份责任 所以就算我说出来 也改变不了什么 小邦说得没错 我的确是拖累了你 拖累了陈队 不管怎么说 不 这件事情的确是陆月冲动了 这样看来 的确不能把所有的错都怪在陆月头上 归根结底 还是杰克战队那个A哥太贱了 对呀 你换作是我 要是听见有人要揍我的兄弟 我也肯定要人啊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全部怪在陆月头上呀 你们怎么能这么想呢 这种事情就应该找警察叔叔啊 对 一定要告到他生活不能自理 现在事情都真相大白了 老K 小胖 你俩 没事了吧 陆月 对不起 是我不对 误会你了 没事 好 陈哥 我觉得这事儿我们官方得先把真相公布出去 不说完全扭转风向吧 但起码得让人们知道 不是我们的人犯贱在先 我去和公开部门打个电话 看看怎么解决 陆月 委屈你了 我不觉得委屈 我确实是采取了 最差劲的解决办法 陆岳 你也是 你这种情况 你应该第一时间联系我呀 你要是我在那没名声的手 也不会受伤 你要是叫了我的话 我过去那不得直 直接 直接打电话报警 是吧 好了 没事了